綠寶石蕃茄是世界上唯一一種 純綠色的蕃茄 就算果實成熟了, 也是綠色的 還有其他蕃茄都沒有的葉黃素 可以保護眼睛 漿化這間蕃茄果園用了5000萬港幣 建造這間全台唯一一間的玻璃溫室設備 因為裡面種的全都是來自國外的品種 大概有30種種類還是全台最多的 你看看這個溫室的果園真的很乾淨 你看這個空氣, 很舒服 進來後真的… 很清新 對 這個溫室總共花兩億 所有設備都是從荷蘭過來的 還有, 你看到嗎?泥土 它是用了椰子殼做外質的 椰子殼? 對 而且你看到它的形狀很飽滿 杉材 就像我們手上這一粒被稱為天使串的蕃茄 就因為住在最高級的蠔宅 很結實地長得像一串提子一樣 一口咬下去, 全都爆炸了 不管是天使串蕃茄 還是剛剛的蒙環蕃茄珠寶盒 每一粒都有不同的風味 不同的營養素 綠寶石蕃茄有少見的維生素K 湖斑蕃茄的茄紅素 就是比其他蕃茄多了三倍 為了刺激大家的感官 這裡每年都引入一種全新品種的蕃茄 今年最新來到的就叫做BB蕃茄 閃亮亮的外觀是因為它少了一層皮 但是口感更加好 甜度榮獲今天的榜首 怎麼辦呢?我現在胃口大開了 終於來到這個蕃茄大餐 蕃茄料理 昨晚很難得吃到這麼西式的料理 適合我 首先我要介紹剛才摘的七彩蕃茄 已經有綠色、橙色、黃色、紅色 還有很多顏色, 是嗎? 餐廳 什麼是沙律? 就是這個沙律 你看到它有七彩色的蕃茄 還有有薄薯芦絲 之前有了解過這個姿勢 再加上小黃瓜 再加上這些小小的香草 上面就是撒上了 Balsamic vinegar 黑醋… 很棒, 我告訴你 因為黑醋酸酸甜甜 對, 很健康 加上蕃茄 就變成整件事… 馬上提醒 再帶出蕃茄的鮮甜味 很香 還有洋蔥配上去 對 我覺得整件事很健康 你知道黑醋對身體很好嗎? 我知道, 但我平時看到的 黑醋是稀一點的 它用了這隻黑醋很濃稠 你有沒有發現? 是的 還有我聞起來, 洋蔥味很重 先嘗嘗吧 生洋蔥 要用芝士夾著蕃茄一起吃 很甜 很好吃 紅色蕃茄很甜 而且我覺得整件事很開胃 剛剛吃過黃色, 很爽口 很棒, 芝士加上蕃茄 我不知道為何加了醋後 會更鮮甜 是的 而且芝士加上蕃茄吃 軟軟的, 又有點爽口 下一道 下一道就是這個 這個有名堂的 叫黃綠紅 黃綠紅, 不是紅綠燈嗎? 是不是很像紅綠燈? 你看, 上面有牛油果 然後中間的蕃茄不是一般的蕃茄 它是小意大利蕃茄 剛才我們有看到很大粒 對, 而且因為用小意大利蕃茄 中間的汁沒有那麼多 夾著酸麵包上, 它沒有那麼多汁 所以吃下去, 口感會爽爽的 不會那麼濕 很棒 吃一下, 吃一下 對, 而且它有烤過、烘過 你看看, 很乾身, 是嗎? 如果比我們剛才在溫室裡 吃的那麼多汁的話 麵包一定會很粘, 是嗎? 脆脆的 它是不是加了檸檬? 是嗎? 我想它加了… 對, 它加了檸檬 又帶了蕃茄的鮮甜味 這個檸檬是酸酸甜甜的 還有其實有一個我會很介意的 就是當麵包很乾的時候 你加濕的材料上去 就整件事好像不夾 對 很噁心, 是嗎? 因為那個檸檬的蕃茄 它有很多水分 就變成它不用加任何其他調味 整件事很配合, 很清新 而且是原汁原味 真正 知不知道意大利人有一個說話 做最好的紅醬 一定要用這個小意大利蕃茄 才可以做出一個最好吃的紅醬 這個是意大利的廚師說的 是嗎? 是的 他們對這些小意大利蕃茄 非常有信心